好 就是複客擺 複客擺我覺得很有趣 我一直也想做 可是我自己的感覺最難的地方 是在它那個擺動的時候 你要過圓心 你只要沒有過圓心 它擺表會變這樣 你都會變這樣你知道 會變成這樣 對 裡面要繞在平面上 不會就過一天了 就會比較不準 我現在就是不準 就比較感覺比較乖乖的 所以那個難是 我覺得那個地方是蠻難的 對 我覺得隨便有公子跟一個大車 對 那如果說 假設一些小房間 譬如說這樣 這邊很不好做 假設有人房間有跳高 就有房子有跳高 那它越來越的話 它就給人跳高的房子 做一大複客擺 這樣賣不去 就可以當一個裝置啊 裝置藝術 成為一個家裡可以買個跳高的房子 你在客廳的時候買個這東西 天 所以抓到小孩 超恐怖的 所以你還要再用那個 玻璃 把他圍起來 好在空間 對 這樣太大圍了 要不然卡回進去 你不要玩神秘遊戲 你不要玩那麼大 好 OK 你碰到他就不准要重來一次啊 你就重來吧 沒有啊 又沒過眼神 又沒過眼神 你有去的嗎 我們今天是看哪張 對不對 今天應該要看第四張嗎 第四片 第四片 我快要封掉了啦 那為什麼要這樣不停拍啊 因為每個版本呢 有一個用張的 誰管他哪個版本啊 不要在那邊 第七到第四片 那種很煩耶 喔 原來是第三片 第七張 我快要把他殺 我們看大七這邊 我想要把他殺 蛤 這第四片是現在 你看錯了 那是現在 我這第四片是現在 你看他在寫第四片 第八張片 欸 那我看看 前面那邊 我的那個大七 大七的好像是在第三片 真的耶 那第三片 所以我上次就看第三片 OK 那OK 那所以第三片就可以 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討論一下 我就說照理來說 好 好 我要先過來 為什麼我有包 風 風 風是因為 風 風的 我們 應該以前有聽過這個說法 就是說 我白天 白天因為地面 太陽 直射 能量下來之後呢 因為這地表 地表是土 土的鼻熱比較低 記不記得我們叫鼻熱 有耶 忘了 鼻熱怎麼定義 鼻熱 鼻熱還熱 鼻熱還熱 那個啊 就是每一度的 就是每一克 升上一度的 卡路里 OK 就是每一公克的這個物質 當它上升 溫度上是一度C 那所需要的熱量 這個熱量是用卡來當作計算 像水的話 E 就是E嘛 土的話呢 不知道 它比E小 大概等於0.6 多用 真的嗎 對 比較小的意思是什麼 小意思就是我只要有0.6卡 它就會增加一度 對啊 就容易上升 所以我當看的熱點是一樣多嗎 一樣多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誰會比較熱 土 土會比較熱 所以這邊是高溫 這邊是低溫 對不對 那我們 就我們今天是高溫的東西 它會膨脹 會膨脹滿溫度上的密度向低 所以它就會 這上面的空氣 就會 一樣會變熱 因為這邊是熱的 所以空氣會被乾 還有一個熱 所以熱空又向上升 對不對 對 熱空氣向上升之後呢 這邊就 空氣又少了 但是不會少啊 所以這個冷空氣又浮進來 對不對 這時候吹什麼風 海中吹的風 那是海中吹的風 吹往陸間風 比較陸風 這樣子嗎 從東邊 你看風的時候 也是看風吹來的風 對啊 從東邊吹東北風 只能是吹往東北風 還是從東北吹過來的風 不知道欸 不知道欸 但是看 你說東北風 對啊 東北邊來的風是從東北 都是 定義 對 所以我們的定義就是 從來邊來的風 就叫什麼風 這叫海風 對不對 那到了晚上 那飛來的風 晚上的時候呢 太陽下山了 然後 然後 這個應該散熱對不對 那這些熱會跑到 跑到大氣中 對不對 他跑到大氣中熱開始散絲 同樣的比的是0.60 比的是1 誰散絲的比較快 0.6 因為降力也是這樣 他只要散絲0.6 他只要散絲0.6 所以他熱的 等一下講應該是對空前的影響吧 那這樣水應該會散絲比較多的熱 因為他 裡面那個 含熱的熱量比較多 他裡面含熱的熱 OK好我們講 溫度的傳遞 這個溫度對 能量傳遞的影響 溫度高跟溫度低 對熱的傳遞影響 好 熱是一種能量 我們講能量的傳遞 能量的傳遞呢 他會跟溫度的幾次方成正比 他看什麼狀況 如果是熱傳導的話 他會跟溫度的一次方成正比 這是傳導 接觸嘛 那如果是跟 熱才有幾種方式傳導 對流 對流也是幾乎是一次方 對流比較乾淨沒關係 對流是直接能量流走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輻射 好 輻射是幾次方 輻射是四次方 這麼厲害 對 所以 你溫度越高 他輻射出去的熱越快 就算只有高一度 但是他四次方又 所以我穿的溫度就跟他寒腸的熱量沒有快 沒有跟熱量沒有快 只要比他這樣一點點 他溫度比較高 他可以流的比較快 所以假如兩杯水 一杯很大杯的水 四十度C 一杯很小杯的水 一百度C 誰降會比較快 四十 一百度C 你不能說 因為這杯子比較大杯 他能量比較高 所以他降的比較快 不會 他能量非常高 他從不低 以前會有人在那邊說 能量是從高的流到低的 主要是從高溫到低溫 不是從能量高到能量低 所以這就是錯誤 對 跟溫度有關 跟能量沒有關 快去修課本這樣 課本這樣想 那是 你確認一下 那課本就以為 一般來說 一般來講 我們的溫度傳遞 能量傳遞跟溫度有關 因為能量他們講過 能量是什麼種現象 能量是什麼震動的現象 對 好 當你這個物質震動得很快 然後那樣很高 這個物質 這樣很阿樓這樣真的 因為今天天氣比較遠 這邊的 這位溫度現在震動比較慢 可是大肩羊褲 你靠在一起的時候 他的傳遞就會震動 鼻子震動就會傳過去了 所以你的震動頻率 就會慢慢傳遞給每個大震動頻率 今天拉到一樣 這比較溫度就一致了 所以你的溫度越高了 他震動頻率越高的時候 他就越容易往旁邊傳 往低的地方傳 對不對 那如果說 這是靠傳導 那不對的部分是 我這個A物體 流過去 我把溫度傳給空氣 或傳給液體 再傳到V物體 所以他用是慢慢傳回去的 那輻射不一樣 輻射是 他先把能量轉換成電磁波 電磁波直接輻射出去 不一樣 那怎麼轉換電磁波 他這個物體只要有溫度 只要溫度是大於0K 0K 只要大於0K 這不是OK 這是0K OK 只要大於0K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 輻射 就會產生紅外線 就會產生 K K是什麼 K是溫度 0K是 是卡式 卡式 對 溫度不是有奢侈 那你應該要帶卡式 卡式 卡式沒有度 K沒有度 卡式沒有度 它是把那個 美國漫畫的劇情加進去 問題是 如何物理搶禮啊 超人 超人 現在這個領車中 已經沒有0K了 你0K做不出來 對不對 我哪知道 我們這樣 我們這樣 就是這樣 就這樣拿出來 請他出來 請他出來 你現在有個地方 想辦法做出比他低溫 才把這個傳出來 不然他能量怎麼傳出來 我知道 你要讓他降溫 一定要有更低溫的 讓他傳出來 所以我們要有更低溫的 對 那現在我們人類創造不出 比 創造不出0K 結果你創造不出0K 這個地方是0K 倒過來他也是比0K高 你這邊傳出來就沒有0K 可是如果我們創造出0K 就是有0K的意思 可是你創造出來0K 它馬上沒有0K 因為溫度能量滿足 就過去了 它是不會0K 所以宇宙剛出來的時候 可能能量是很高的 所以溫度也是比較高 可是宇宙經過這樣 無端的擴張 如果小 起一點 但目前宇宙的大小 我們的溫度可能一開始是 可能幾千萬度吧 或是幾億度 但目前會是3K 就宇宙你去看 它西溫座均勻兩色的話 都算3K對不對 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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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負270度 真的嗎 好 好了 那你現在 也就是我們想要做的話 最多就能做到3K 等一下把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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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理論就是說其實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實驗 你可以去觀察 就我們來假設做一個簡單實驗 我可以把一個空氣 一個空氣 密閉的空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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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有一個活塞 活塞可以只有移動 但是你只有移動過程當中 你空氣不能流失 然後你開始降溫 你降的時候你會發現它體積太變小 哦 體積變小 你試過把保和平拿去冰箱弄成 它就會縮下來 對不對 會啊 保利油 保特平 保利油嗎 保利油不容易 然後 然後 你如果提降的時候 你可以看 我現在是 10度C的時候 做個 這個體積刻畫 對 我可以做 這是體積 這是溫度 我應該是 就畫出曲 對 就畫出一個曲線 應該是 這一次寒數 這一次寒數 假設我現在是 我現在是 10度C 我這個體積 我是5度C 我這個體積 所以你可以畫出一條線 那這線你會畫 它說我怎麼走 我這畫得不好 這線應該是 這應該沒走那麼快 對 這更斜一點 這更斜一點 更好 更斜 看到這個點呢 交這個點 因為這個體積嘛 交這個點的時候 就是約約是-273 哦 那這樣可以證明說 我們可以 類似這樣證明說 它的體積 到底度C的時候 反正就是已經都不會動了 它連 連錯了 因為它已經被縮乾了 這實驗能自己做 我們頂多做到 測兩點 對 測兩點就可以了 對測兩點 但是 嗯 我現在要看怎麼做 可以這樣做 我們弄個針筒 針筒先裝好體積 然後一邊塞土 然後放冰下去 那這時候你要確定 針筒上沒有水 因為針筒上有水的話 你放冰下去 它就結冰了 它不會自由移動 你懂我意思嗎 這實驗的骨茶很大 對這實驗會有骨茶 一定會有骨茶 所以 所以 然後你要同一件 基本上很危險 那它變相了 蛤 空 那個如果 所以它就是都用氣體 氣體 不能用水 水改變比較少 水的體積改變很少 而且水一層就結冰了 對 不然 水就結冰了 零度又已經結冰了 對零度又結冰了 對零度又結冰了 咔嚓咔嚓咔嚓 而且它體積變大 怎麼變大了 所以空氣在幹嘛 兩百七十三 就是沒有特別 它一到兩百七十三 它就變固體了 就變固體了 對對對 可能 是啊 是啊 所以我們要把空氣做成固體 當然可以啊 乾冰不是空氣的固體 空氣 對啊 而且乾冰大概是負幾十度 負七八十度而已 罵人啊 蛤 反過來才罵人 好 乾冰的結冰的溫度沒那麼低 那邊有氮氣又很低 氮氣可能負一百八十幾度 或一百 一百 只負一太蛋 對 負一太蛋很難做 一太蛋就負一百多了 然後 負一太蛋就負一百多了 然後負一太蛋就負一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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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 前面那個晚上還沒講完 對 前面講完 好 那回來 所以我們 我們晚上的時候 你看 白天這邊曬的比較熱對不對 所以你看它輻射的很快 這邊溫度比較低 它輻射的比較慢 但是 它只要輻射六度出去呢 它就降低 所以到某個點上呢 是讓兩個溫度盤是一樣的 可是兩個一樣 只是它輻射出去的能量 是一樣快 可是接下來呢 它每降低零零六卡 它就每輻射零零六卡 那溫度降低一度嘛 所以想到呢 它的溫度會降得比較快 EVEN它到後面 它輻射出去比較慢 就算它只是 10度C好了 這邊是20度C 它輻射的很快 可是它輻射的比較慢 它輻射的比較短 我們通常有輻射的比 那個比例是用K 用K來看 因為它是 才會是從零點開始嘛 如果你不看K的話 是從這邊開始 不會是 不會是等比 從0.2 不要等比 所以你看這邊 283K 這邊是293K 它們輻射的速率差多少 差一點點而已 但是一樣 我能量每降低零零零六卡 我就降低一度 降低零零零我來降低度 所以我的溫度 可能這邊真的比較降 可能降到五度 這邊可能才降到18度 那這個情況之下 靠近我的溫度 靠近我的空氣 表面上靠近我的空氣都是這個溫度 對 表面上靠近我都是這個溫度 所以呢 這邊的變冷空氣變熱空氣 所以熱空氣會上升 冷空氣就會補過來 冷空氣補過來 這時候就吹陸風 所以基本上我們只要有空氣 有風的流動 都是因為溫度差的關係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是溫度 溫度其實也是造成壓力 第二個原因就是 水分 當然這些東西都是因為剛剛陳偉講的那個 不是因為陳偉講的 都是跟陳偉講的壓力有關 不是因為陳偉講的 都是壓力的關係 壓力的高低造成它的流動 我們簡單來講 假設這步溫度是高的 這步溫度是低的 就高溫度來講的話 它的密度會變大變小 變小啊 變小對不對 低變小 那我們講過啊 就這個液態或氣態的壓力怎麼算 壓力怎麼算 高層上密度 高層上密度而已 對不對 所以當我的密度變小的時候 我的壓力是變小 我的壓力是大嘛 這邊是壓力大 這邊是壓力小 所以壓力大當中我的壓力小 推過來 這樣解釋也通話 好 所以那我們現在看水氣的影響 就水的部分啊 我們知道空氣會含水對不對 空氣裡面會有水分 那它可以有多少水分 很多 到飽和 空氣能夠容納水分跟誰有關 跟溫度有關 溫度越高的時候 可以容納越多 可以容納越多的水對不對 對 水可以更多 好 那更多的水進去之後 這個密度是降低還是增加 沒加啊 嗯 好像會增加 溫度增加 密度增加 溫度增加 溫度 比較濕嘛 濕感比較 毛巾頸濕了就很重對不對 這個意思嗎 嗯嗯嗯 降低 這個沒講話 溫度降低 溫度 什麼跟溫度 我們講的是密度啊 密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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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水氣量油比較低 水的密 水 你看講水氛氣 水氛氣的密度 好我們講分子量好了 空氣的分子量多少 嗯 混蛋不知道 五分之 對它這個混蛋氣力了 我們如果是講沒有水的情況 五分之是這個蛋 對不對 五分之一的氧 好啦大概 大概嘛 好 蛋的分子量很好 換了 花學課分 花學課分 那是14乘以2嘛 所以是不是14乘以2 對 好 氧呢 16 16乘以2 等於 32 好 好 我們現在所講的東西 理論上在我們高中 這個階段還沒有學到 因為它是比較後期的 在化學學完之後 會學到的東西 但是 但是我們就先講 因為就是你講的 聽個概念 你以後再講 然後以後再聽一遍 那以後再聽一遍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 沒有適當的這個機會 再跟各位再講一遍這些東西 因為理論上我一直認為啊 第一科是屬於 物理化學生物都已經有一個廣泛了解 就是廣泛了解之後 後面比較忠誠的課程 它是綜合了很多物理化學的知識 好 我們講一個理想氣體方程式 就是說 PV等於NRT 先記得這麼一個公式 叫理想氣體方程式 就是 我們認為一個理想氣體 理想氣體就是可以被壓縮 而且壓縮跟溫度成正比 它就是裡面沒有水氣的 它是一個 甚至有水氣沒關係 它是一個 可以很正常的等比例的放大縮小 就是受壓力中度影響 等比例放大縮 在理想氣體方程式 因為我們在做很多計算來講 譬如 我說我們在計算 計算一個物體 接著一個力量 MA的時候 我都已經假設說沒有摩擦力 比較好算 先理想 把它先理想化 那氣體也這樣 我們先做一個理想氣體方程式 Pc壓力 V是體積 N是末數 R是 理想氣體方程式的常數 這是一個常數 固定的常數 T是絕對溫度 為什麼末是N 末是N 對 就是末 為什麼我們在討伐 對 它就是N 我不知道為什麼用N 好奇怪 因為有習慣它就N當中末數 M是指末常數 就是6乘12三次方那個數字 但是因為幾末 用N檔代表 它不是一末 好 經過計算呢 經過量測 每一末的空氣 它體積都一樣 所以不管是氧氣 不管是氮氣 不管是氮氣 不管是二氧氧氧 不管是熱的空氣 只要是一末 在同樣的温度之下 它所增加的體積是一樣大 對 以前講過 對 但這部分比較難做 是因為我們現在拿不到除氧氣 我沒有拿不到純氧氣 所以你總是 對 所以我比較難拿到 好 也就是說 假設我現在的 溫度是 通常來講是 一大氣壓 一大氣壓通常是一ATM 有時候寫英文比較快 一ATM 一大氣壓 0度C的時候 我的銀墨 氣體是22.4升 那假設是常溫呢 這是0度C嘛 那如果是25度C的時候 會是幾 這樣體會是多少 放大 會是放大 大概25.4升 25點多 它有個比例放大 比例放大是 你要先加上K嘛 要把他轉換成K 對 再放大 對 因為T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你的體積 假設等壓 因為都是一大氣壓 等壓之下 我的體積會送我 我的溫度成正0 有 對不對 對 對 跟K 我剛剛講這T是K的意思 這T的單位是K 好 OK 所以當你的T是0的時候 有一種 0 太複合邏輯 複合邏輯 但是 我們現實生活也做不出來 所以理想 對 所以理想性 但事實上不可能是0的 因為 你就像所有的液體 所有的氣體都變成 都已經降低了 它還有固體 還有固體 還有固體的體積啊 對不對 它的理想性就是 其實有一個 就是當它0度的時候 就是0 體積是0 但是不可能 做不到 好 然後 回來這邊 就是我們來講一次 你已經知道 在銀墨的情況之下 它的體積是一致的 所以假設我現在是 銀墨的空 假設是0度C 一大氣壓的情況之下 這是前提 我有22.4升的空氣 好 我可以送進密度嗎 對啊 怎麼算 我已經體積有了對不對 V有了 我可以送這邊 質量 質量怎麼算 我告訴你 它是2.4升 它是1墨 1墨 1墨的氣體分子 就把那些分子按在線 所以它是不是 有 這是1墨 所以它是有5分之4墨的 氮氣 對不對 5分之1墨的氧氣 對不對 所以這是我的質量 所以這個算出來 這是28.8 你什麼時候這樣 這個已經就算了 所以你已經知道 這1墨的質量是這樣子 你有質量 你有體積 你是不是再調出它的密度 對 好了 假設我現在有水蒸氣進去 水蒸氣進去 因為它一樣會有質量 它會有壓力 水蒸氣會有壓力 所以它進來之後 它會排比較其他東西的比例 所以假設我現在佔了 0.5%的 說說 假設5%的水進去了 空氣裡面 空氣裡面5%的水 那水的分子叫做哪 水的分子量 H2O 18 你覺得28.8 你還怪我 18.8 我剛剛說 那是真的 空氣 水的分子量18 對不對 所以我裡面有5%的18 所以是不是可以把這邊 增上95% 加上 8.5的18 18的5% 對 好 假設這是M大 誰大 那是M M大 所以M大 是 密度變 密度大 這是密度小 對 含著水氣之後密度變小 所以含著水氣之後密度變小 對 所以只要有水氣 水氣越多的 它就低吸壓 所以為什麼颱風是說 台灣東南 東南邊的太平洋上 有一個熱帶低吸壓行程 馬上轉換成台風 它講熱帶低吸壓 為什麼 因為它低吸壓 它就 它是已經水氣很多的 形成的低吸壓 然後又是低吸壓 不然又吸了更多東西進來 它就越來越大 就沒台風 然後就鬆鬆鬆 然後就爆炸一下 對 然後就爆炸一下 對啊 它就 低吸壓它會被 低吸壓通常它 因為它是熱風嘛 熱分從而它會往上升 對 熱帶就是熱風 一般來講是熱帶上的熱風 然後曬太陽 曬太陽 曬太陽會把水氣蒸發 所以它會夾在了很多水氣 因為它現在是熱 所以它溫度是低 是熱的 所以密度是低的 所以熱會往上飄 然後它就夾在了更多的水氣 然後旁邊的風浮進來 它會把水氣都帶上去 所以它就不斷地形成一個 開始就會 開始就形成一個對流 但是對流的水氣越來越穩固的時候呢 它就不容易 那個結構就很堅固了 就跟打空氣泡一樣 你如果 你氣吹不遠 可是我如果有辦法變成一個 氣旋 變成一個結構穩固 它可以飛得比較遠 因為它結構穩固 它就不容易被外面破壞 它就可以飛得比較遠 所以當它 一開始只是一個氣壓 熱帶低氣壓的時候 它這樣不見得會吹很遠 它可能走一走就散掉了 可是當它已經行了一個颱風之後 有時候我們會看 這颱風結構很完整 終於颱風點都形成了 什麼颱風墻都形成了 它就會一個很穩固的結構在跑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譬如說在 我們可能進去那個 以前的冷 我們譬如去商店有沒有 你們吹過那個空氣墻 從門上吹個空氣墻 要空氣臉嘛 空氣墻 那為什麼要這樣吹 對 它空氣墻往下吹的時候 它會到這邊形成一個蝸流 會到這邊形成一個蝸流 所以這邊的冷空氣就出不去了 它裡面是這樣子循環 外面是這樣子循環 所以這個空氣也進不來 所以它就隔節開來 所以當你這個蝸流是穩定的時候 它就會自然形成一個隔節的效果 我們走過去就不穩定 對這樣子一下可以啊 就一下子被破壞掉 因為它是主動的 就是從那邊吹氣啊 你在幹嘛 我在放那個空氣臉的火事圖 空氣臉 就是你沒有走進百貨公司就呼呼呼 這樣子嗎 對對對 它就從上面吹氣下來 甚至你看 像你說Seven 它的冰箱沒有門 記不記得 對 或是它冰箱可以沒有門 為什麼空氣不會出來 可是我們覺得它有空氣墻 蛤 它有空氣墻 它比較小 它就只是形成一個小蝸流 它沒有像這麼強啦 它那個冷氣代 譬如這是櫃子好了 好 這是櫃子 這邊有個入口 所以它的冷氣是這樣子 類似這樣子 它就在那邊循環 譬如我這個溫度冷氣從這邊下來對不對 下的時候它是從裡面吸走的 所以它是慢慢形成一個蝸流 這邊可以堆持 這個區域是冷 這邊區域是冷氣 這邊是溫度比較高的 但是你們在那邊形成一個 一個 就像 在那個D模的電影 看過沒有 他們說有洋柳高速公路 沒有 記不記得 海龜說 來我們上高速公路囉 它就跳進去 那洋柳把它帶走了 好 對 那個高速公路是真的存在的 你在洋柳行程的時候 比如這是熱帶洋柳跟寒帶洋柳 中間就是有界線 你要建議是把熱跟冷給隔開了 你只要過了這兩個溫度就有差 可能只有差三度 差兩幾度 但是就是隔開了 那它就是一樣的概念 我只要在這邊形成一個小的一個 一個楦 一個氣流 它就可以把溫度做一個有效隔開 那就是一樣的概念 跟台風是一樣的 我台風行程了 我裡面的壓力跟外面壓力 會形成一個蠻大的差異性 那這麼大的差異性 會迫使你的風就越來越被吸引 它就因為壓力差 一直吸進去 好 那這就是風的清晨 還有嗎 老媽 但後面好像有點這個 神腫 有點晃神的 我大概有 晃神的時候你要先知道 可以先趕快舉手吧 因為不清楚了 因為這邊有些東西是 好 我可以睡個覺嗎 不行 還有什麼問題沒有 問題 就是這樣問 一個問題 對 你們要溫室嗎 就是用塑膠布造起來的地方 一般來講是用塑膠布或玻璃 透明的 照起來對不對 那它有沒有種植物 啊 這是透明的 那為什麼它可以變成溫室 因為輻射進去以後就會 輻射出來 我們外界的 太陽能的輻射 是含有很多不同波長的 所以它可以 有些 小波長 可以透過這個玻璃 透過這個透明 可以打進去 可是當我照到我的物體 當我的物體加熱之後 我的物體有點溫度 這溫度是低溫的 好 這個是高溫的 為什麼高溫 它來自太陽 太陽溫度很高 所以它的輻射頻率 波長比較長的 波長比較短的 頻率比較高的 它的輻射來自於 波長短的 頻率高 好 當我讓這個 物體加熱的時候 我的物體 溫度不可能像太陽高 我是低溫的 相對看來是低溫的 而且是非常低溫的 只有80度 點多 或者是60度C左右 好 我這個低溫 所輻射出來的波長 就比較長 就長波長 然後就出不去 它就出不去 它就被這個玻璃困住了 所以為什麼在車子裡面很熱 一樣道理 我的輻射進來之後 我裡面都被塞熱 如果輻射出來變長波長 紅外線 它出不去玻璃 它就被困住了 所以 所以要是 那個車子裡的東西 變成相對於太陽比較熱 的話 就比較涼快 對 它會比較容易輻射出去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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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不是煎蛋的問題 OK 那我們講說溫室 好 那為什麼地球也可以是溫室效應 因為有大氣層 OK 大氣層像那個玻璃一樣 大氣層照不出之後 我這個 短波長的能量 進來地球表面之後 把我地球解加熱了 我這個長波長就出不去了 就出不去了 就會在裡面一直 一直 所以會被溫室氣體有助 應該說溫室氣體比較容易形成 特定波長 不容易出去的波長 蛤 所以它是 比較容易形成特定 所以它照到我們的氣體 它全部都照到 因為它今天照這個電視機 電視機浮射出來波長 可能有一部分是長波長 可能有一部分是短波長 短波長就給出去嘛 它照到海也是一部分形成長波長 可是照到二氧化碳 它都是長波長 照到甲碗都是長波長 所以這種氣體它就容易形成溫室效應 因為它的溫度就上不去了 就出不去了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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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你還滿好的 還有沒有 什麼是科士力 哪個 科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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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士力在一個旋轉的情況下 科士力在一個旋轉的情況下 它這樣會形成一個 一個加速力 然後應該 這個其實 那個 對 我以前應該叫 什麼 應該怎麼 第一個老師 因為這是物理啊 第一科老師不竟然懂 原來第一科老師是專修物理的 是嗎 是因為我們沒有D科老師 所以叫他來講D科 嗯 我還願不可以 好 來 我看一下 那為什麼這本書沒有寫科士力 那我的科士力可以 我的科士力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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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沒有在 預期 快中 奇怪 不是說你的有 他的沒有 對 你那個應該有 我那個是沒有 我那個是沒有 好 嗨嗨嗨嗨嗨嗨嗨 好 你別心。。。 欸 欸 空巾 你知道嗎 就可以怎麼那麼 Fac 連環橡皮筋的那個 你原來可以看那個 他是要做啊 我是希望他會不會出來 設計看看嗎 對啦 你只要拿一個裝一下 然後插一個面子去 該不會這樣幾塊 這樣子我也比較想 所以那個 把重心放在前面 會掉非常穩定 不會掉在前面 不知道他有沒有公開他的設計 嗯? 我說那個做那個 我不知道有一個 沒有啊 他用繩子去拉 我沒有看那裡 但他那個人會卡彈 為什麼? 因為他繩子都會卡到那邊 來卡彈拖一下 所以他那個設計圖可能 那個就這樣 他是兩到三百八吧 所以他就找來找找 如果做兩台那邊 什麼?你用相機的那個 對啊 那個我弟子也在弄 我忘記要弄幾塊 裝紙再複到中間 裝紙再複到中間 他還好爽 用手摺就放 手摺就這樣 這種的那邊 可以把你... 就是用可視力看 你都有... 那個 因為我的測試力 我印象中是 在那個 原動運動的時候會有測試力的現象 可是我要想說測試力跟 氣 反正時間也差不多 對 他意思就是說呢 他轉 他會 空氣這樣的移動 可是他是個圓球 所以呢 這邊相對比這邊動還要快 對 所以當他那邊吹過去的時候 他的空氣從外面看 就是這個樣子 他意思就是這樣 啊 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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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這個測是讓我們來測重量嗎 對啊 那我看我這個人頭 這樣 你那個人頭 30克不就好 哦 哦 那這樣子啊 那我這個賣100塊 這個就很多了 賣很多 你就不用討論那個 電費啊 其他成本 那賣200塊 應該會有人買吧